发言人您好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据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关于俄方使用化学武器的传闻没有根据 目的是转移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注意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注意到它的有关表态 确实美国对生物军事活动问题 迄今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通过磋商 合作 解决关切 本身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工业的要求 美方没有权利 避而不谈 美方迄今的表态 有很多模糊不清 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进一步加大了国际社会的疑虑 例如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合作设施 到底有多少 美方根据美乌协议 到底运走了多少生物样本 用途是什么 协议规定乌方不得公开的敏感信息 到底是什么 美方是否在境外 开展了美国国内 禁止的危险研究 不仅如此 美国一方面 以存约国的身份 纪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开放签署50周年 大谈要加强公约机制 另一方面 在本周闭幕的公约会议上 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 美方为什么独家反对 重启旨在建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机制的多边谈判 美国这样的表现 如何能取信国际社会 如何恢复国际社会 对美国尊约的信心 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存约国之一 美国在尊约方面 理应做出表率 而不能成为例外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对生物军事活动 做出全面具体的澄清 并停止独家反对 建立多边核查机制